刚才呢我们所说的置换群基本上都是在做文字上的置换 但现实中呢我们想要处理的往往是物体的转动 那么最常见的实际上就是正多边形的转动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可以是正方形进行转动 可以是三角形进行转动 而为了让它转动以后还能够重合到原来的样子 我们一定是在一个正突多边形里面进行转动 何为正突多边形呢 实际上我们知道三角形它的正三角形每个内角边都是一样的 而正方形对应的内角以及边也都是一样 因此我们叫正多边形实际上是在突多边形中各个内角相等 而且边也相等的这样的多边形才叫正多边形 对于有多少条边就可以是正多边形的多少个边多少个角 我们有正三角形正四边形正五边形一直到正六边形七边形八边形都有 那么只要是它的每个内角把所有的360度去整分就可以了 但是同样的我们会想到我们怎么来表示它对应的转动呢 就拿我们说到了正四边形来看 这里正四边形我们可以说它的转动是根据顶角来进行转动 也就是一二三四转变化成四一二三等等 或者我们甚至可以拿边来考虑它的转动 如果用ABCD来表示四个边的话可以看到转动之后它的边也会发生变化 那我们先拿它的顶点为例 对于一二三四这样四个顶点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转动群的表示呢 首先我们要看先以转动为例 那么转动它有多少个角度 首先它转动零度的话 也就是不动 那么一还是一二还是二三还是三四还是四 如果我转动九十度呢 我们转动九十度就会发现 如果是逆时针旋转一变四四变三三变二二变一 同样我们可以转动一百八十度 以及转动二百七十度 所以对应的转动我们一共有四个不同的置换 分别可以写成肉一肉二肉三肉四 那么同样的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转动 不仅仅是在一个平面上 我们还允许它翻转的话 那么这个群里面的置换会更多一些 比如说我们按照竖方向这样一个对称轴来看的话 会发现一二点进行消换而三四点进行交换 同样我们还有横着一条对角线 另外我们斜也可以有一条对角线 这时候一三点是固定的 二四发生翻转 同样我们还有这样一个 对应于一三二四两条斜对角线 因此根据它们对称轴呢 我们一共有四种不同的翻转 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如果以顶点来考虑它的转动群的话 对于这样一个正方形的话 我们的转动群可以包含有四个不同的置换 当然我们有时候也会考虑说 如果我们不允许翻转的时候 只在旋转的角度下 那么它是包含四个置换的 刚才我们说的是平面上的正多微型 但是有时候呢 我们是在一个三维空间里进行转动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 一个立方体 正立方体它呢 也可以在三维空间中进行旋转 要让它最后旋转以后 还能是原来位置的话 它必须要保证 它对应的顶角边面都是一样的 而对于我们又知道 如果我们不是一个以方形为面的 我们也许可以拿三角形为面 做一个正的多边形 这里我们看到 正的多面体可以有一个正四面体 那么它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的形状 这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定理 来帮助我们去求解 所有的正多面体的形状 有一个欧拉定理 它表示的是说 对于任何一个凸多面体 它的顶点个数 加上它的面的个数 减去棱的个数 刚好等于二 这就是对应于一个凸多面体 它的顶点棱和面之间的关系 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就能分析一下 全世界到底有多少个正凸多面体呢 大家想到这个问题 也许会觉得应该不少吧 你想正多边形那么多个呢 但是现实中我们的正多面体 少得可怜 全世界所有的正多面体拿过来 一共只有五种 它们分别就是正四面体 正八面体 正六面体 正十二面体和正二十面体 其他情况都不可能构成一个正的凸多面体了 就这五种正的多面体 它们之间其实还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我们会发现 比如说我们把这样一个正六面体 它们的顶点中心对应的连接起来 每一个面上它们的中心进行相连以后 我们实际上可以得到 它里面内嵌了一个正八面体 所以我们会发现 实际上正六面体和正八面体之间是一个队友关系 同样的正十二面体和正二十面体 它们之间也是一个队友关系 就只有这五种对应的凸正多面体 我们来定义它们的转动群 我们知道对于一个这样一个立方体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旋转 让它产生不同的变换 而对应于每一个旋转变换 我们都可以看作一个置换 因此把这样的置换集合在一起 它就构成了对应的正多面体的一个转动群 也就被称为多面体群 这里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就拿最简单的正四面体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考虑的是顶点的转动的话 正四面体它们顶点分别是A B C D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正四面体群长什么样子 首先不动肯定是一个置换 也就是A点 B点 C点 D点仍然保持自己 那么对应的它可以转动 它的转动是什么样子呢 我可以保持A点不动 下面的三个顶点发生彼此之间的交换 那它们的进行旋转的时候角度有多少呢 它可以是正负120度 所以我们会发现 A点不动可以是B D C产生一个循环 或者是B C D产生一个循环 同样A点可以作为不动顶点 B点 C点 D点都可以作为不动顶点 因此对于我们用面心和对面的顶点 构成的轴进行旋转的话 它可以产生这样四种不同的置换 所以我们会发现实际上正四面体呢 它的转动群就是包含了首先一个是不动置换 另外的呢就是顶点对面心进行的旋转之换 其中一共有四个顶点两个方向 因此是八个不同的循环表示 除了这个直观的对应的旋转之外 我们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对应的操作呢 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在这个正四面体中 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个穿过它其中的对称轴 比如说我们这里对应的这样AB这条边 我们上面取它的终点 它对面的这条边也就是CD 它的终点如果将两个终点进行相连的话 它可以沿着这样一个轴进行一个翻转操作 那么它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对称轴呢 因为它们两两可以进行对称 所以会发现实际上一共有三个这样的对称轴 这个三个对称轴对应的每一个 它的置换长什么样子呢 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对称轴实际上是 AB进行互换CD进行互换 那么同样如果换了另外一条对称轴的话 可以做到AC进行互换而BD进行互换 另外一个呢是AD进行互换BC进行互换 那么这又发现了除了刚才的不动旋转 以及对应的面心和顶点进行的旋转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它的内部对称轴进行的翻转 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转动和翻转呢 一共有12个 因此这12个置换就构成了所谓的正四面体的转动群 分别可以写成EBCDBDC以此类推 那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置换中 一共有12个不同的置换元素 它对应的实际上就应该是 偶置换AN构成的一个交错群 刚才呢我们看到了 对于正四面体来说 它实际上是有12个置换构成了它对应的置换群 也就是正四面体群 那么对应的我们会说 如果是立方体呢 正六边形呢 正六边形如果大家仔细研究一下 会发现它的对应的旋转和翻转 一共有24个不同的置换 而是这24个不同的置换 实际上对应的就是全排列的结果 它呢就和对应的四次对称群S4是同构的 而且同时呢 对于正八面体和正六面体是对偶的关系 因此它们实际上对应的都是S4这个对称群 那么同学呢 可以作为练习 下面仔细思考一下 正四面体和正八面体的转动群 长什么样子 大家注意点击清楚 就是这样的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 观优独播剧场